一份写得很清楚的合约我们已经为新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我认为在12月31日不喝酒就离开律师有任何异议 给他倒一杯酒费用由房子承担 但不要超过一杯 生活已经把我击垮得够多了 如果麻烦再次出现 我希望他能考虑一下 雕刻的桃花心木墙上装饰着古董画 这些画是去世已久的艺术家为最有权势的红衣主教和国王绘制的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会议桌 有三张结婚床那么大 想着今天 为了接近他 你需要克服一排保全 秘书 律师 他们每个人都想尽办法让他远离主人 老板喜欢员工采取行动而不是提出问题的能力 他只为自己保留后者 但为了在不到半小时内收到所有必要的资讯 明天他的训练将会带来令人羡慕的红利 达利环顾四周的公司 他的目光中几乎没有了平常的冰冷恶意 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生意中最大乐趣的体现 而就金山一家成功赌场的黑王子身边的其他人也没有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愤怒的话 那就是时间的缓慢流逝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而是确切的今天 2029年12月31日 几乎没有什么愤怒 因为在剩下的几个小时里 他们需要在协议上再签十几个签名 如果一万个签名被证明是无效的话 还需要再签两三打 但游客们涌向游戏是何嘉年华 渴望娱乐 所以在一两个小时内 达德利的所有担忧都会消失 更准确的说 他为他最雄心勃勃的交易所做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将完成 世纪特惠 千禧年特惠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销售任何产品的最独特的商业理念 并于2030年1月1日生效 果断不可挽回 他有强大的担保人 钱 钱 最难想的金额和保证 当小汤姆和红迪克开始拿出这条虫子的内脏时 他们知道自己有多伟大吗 他们可能总是了解自己的才能 所以他们在抓到那个倒霉的玩家时 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头被拉长 皮肤比人还绿 当达利想起汤姆和迪克如何玩弄债务人时 他的黑眼睛闪烁着光芒 这次他们把我们的新朋友拖进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后又做了什么 烙铁后烧焦的异形肉纹起来很恶心 但他们正在为老板 为赌场尽自己的职责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外星人及其角色 请订阅该频道 按赞并发表评论 损失者必须赔偿 财产必须受到保护 否则我们的星球还能保持稳定吗 他看了一眼大门前阴影中的人影 唐纳德坐在大厅的角落里 觉得很无聊 刮胡子对他来说没什么坏处 但让他出现在明天庆祝活动的游行中 暴徒史蒂芬的红领带就像夕阳或帝国服役的正式制服一样美丽 达德利决定后天为自己建立一处 并带至少一万名士兵前往那里 人、外星人 但身材健康 能够为游客摆出漂亮的姿势 毕竟 从明天开始他就不能再担心法律问题了 他本身成为法律 该决定将于2003年1月1日生效 就像与那个绿皮肤外星人和他强大的文明达成的协议的其余部分一样 勒罗伊做得很好 他能够猜测自己在家乡星球的位置 很高兴那里有科学家 很高兴他们受到重视 最棒的是 研究人员自己有时也会去其他星系测试一辆全新的车款 所以我们的蜥蜴出现在地球上 知道如何进入赌场 结果却负债累累 无法被释放 当勒罗伊弄清楚如何折磨一个对疼痛和对我们的军用药物具有不同敏感性的外星人时 达德利不知何故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老兵总是准备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起初他派迪克到他的船上去接收一个包裹 里面装着来自其他世界的黄金和钻石 如果你想知道如何专业地对抗外星人 请订阅该频道 并按赞并发表评论 当然是为了还清他在赌场的赌债 然后当他清楚自己有多少好处时 他也没有犯错 那家伙一直把他锁在链子里 直到所有签署的协议都以尽可能最好的方式从绿皮星球运来 根据他们的法律 需要地球上至少一万人在特殊纸张上签署协议 据说他们希望他们的星球成为大沉默文明的殖民地 我不会用他们的语言说出来 他们要求我成为永远的独裁者 达德利 如果不是天才的折磨 一切可能都会有一个糟糕的结局 也就是说 他们会向地球开火 就像这种情况下通常的情况一样 但他们在活着的时候 一封一封信地遵守了协议的条款 勒罗伊在给我们和那些用兔针血清来帮助他的两个人注射时发现了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释放了外星人 而不用担心没有人质的攻击 他们不会欺骗并试图规避协议 奇怪的种族 一切一切都被写下来了 根据这项将全人类首先困在其中的条约 达德利获得了地球上无限的权力以及绿皮的军事力量来提供帮助 在密室出口附近 一个穿着吞色卡齐布的男人用公开的钦佩目光看着达德利 他喝了一口咖啡 尽管如果六个月前他的父亲弗朗西斯被告知他的儿子会戒毒 他就会打架 他不能容忍侮辱 一个尝试过所有医生和魔术师的父亲怎么可能考虑这样的希望呢 正因为如此 方济各要求治愈他的儿子 并永远停止他对物质的渴望 以此证明我们的客人是陌生的 而他是老朋友法兰西斯的儿子 已经不在富三楼的一个房间里了 如果总统进去和别人自拍 没人会注意到总统 好吧 不管怎样 后天达德利就有机会毫无顾虑的拿到赃物的赔偿 宝宝现在多大了 三十多岁还是三十岁以下 他看起来五十岁 现在看起来也像二十岁一样真实 还好律师在合约中加入了关于全额支付所谓骚乱的条款 也就是说即使是达德利可能感到紧张的部分 他想要变得更年轻 一个肌肉发达的金发女郎 或者一个成熟的 受过功夫训练的中国男人 他认为他们会让他成为这样的人 并且还付钱给他 这样他就不会担心 手机里传来一条讯息收到一万张选票 现在已经招募了安全人员 不到一天即1月1日达德利将作为地球上一切事物的所有者离开房间 此外还有几艘外星飞船和许多其他东西 与赌场债务人的成功交易 他甚至不后悔放过他 对一个有野心的美国人来说 他已经没有什么好要求的了 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菲尔斯通来赌场更多的是听音乐会和参加嘉年华 广告大肆宣传一场精彩的表演 舞台上最优秀的艺人 在入口处 他收到了一个面具 一件雨衣 一顶帽子和一张令人惊叹的纸片 他必须在纸片上签名才能获得除戏夜大奖的免费绘画 说故事的组织者承诺一场让每个人都开心的表演 但报纸上却胡言乱语 说他菲尔正在召唤外星人 当然 这将由艺术家在节目中扮演 如果存在的话 地球人都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 而且他根本就不是指 一些奇怪的嘉年华彩虹色塑料 他张开嘴 然后又闭上了 这篇论文比狂欢节更能引起骇客菲尔斯通的注意 工作狂的性格特征 他立刻就想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的 走廊里一个黑暗的角落 大约30分钟就黑掉了系统 菲尔想戴上一个大面具 直到他能足够控制自己的脸才摘下来 眼睛抽动了一下 仅仅一个小时后 他就得知人类将被奴役 距离协议生效的那一刻还剩五个小时 地球上的每台电脑都向他开放 但他不知道该发送什么内容 以及发送到哪里以防止灾难 他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打开外星人的机器 但穿透后在外星世界做什么 怎么做 他在心里对事实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转变 以变为未来的公开行动建立一个系统 突然 他看到一个戴着甘乃迪面具的男人 他知道该怎么做了 世界上很少人知道吉里巴斯总统和他的莱恩岛 纽西兰比他晚一个小时听到新年祝福 但即使在那里 他们也没有立即注意到他的惊人举措 但一个小时后 该国居民听到了完全相同的事 然后澳洲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西欧 最后是加拿大和美国也说了同样的话 总统和国王 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取得了专属权力后 决定废除2030年1月1日这个日历日 他们通过法令规定了12月32号 紧接着是1月2号 请订阅该频道 给个赞巴写下善意的话语 帮作者捐款 卡号在频道资讯里 感谢你的支持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外星人和他们的习惯 请订阅该频道 按赞并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